大家好 刚吃完啊 那么今天讲讲什么呢 讲讲川普啊 我之前很多讲过啊 川普啊很有可能啊 是利用啊美国对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恨 美国人现在很恨中国 他利用这个恨 那么让自己什么呢 得到政治 得到政治好处 这话怎么讲呢 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谈恋爱 男的有很多办法啊 你可以让这个女的 爱上你 你也可以啊 让她恨你 爱和恨 爱和恨 都可以控制对方 因为人呢 是靠情感生活的 那么就很好理解了 美国 他爱中国吗 不爱 他恨吗 他恨 恨中国 中国就可以利用美国的恨 反过来 来操纵美国 美国的政治 这也是我说啊 西方这个民主政治啊 很容易被操控的一个原因啊 因为他们脱了 脱离不了这个感情情感 一个人也好 一个国家也好 不让不要用情感作用了 一旦被情感作用你 你很容易被别人操控的 呵呵 我不让你们明白啊 我这人喜欢说这些怎么说的 别人不能说的也都 可能别人也不知道 嗯 就是你想控制别人 你可以让他喜欢你 你控制他 还有一种方法 就让你让别人恨你 他恨你了 你做的所有事他都反对 这也是一种控制 你拿我来说 我现在在youtube上 我 我得罪很多人 很多人是想杀我而后快的 特别恨我 那么我 是不是 出现在他们 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了 我浮现在他们脑海里 他们可能做梦都想着我 那么我呢 是不是 我就占有了他们 比如一些台独啊 民运啊 一些傻逼啊 他做梦都想着我 最简单的例子 台湾 民运 共产党 共产党 说任何话 他们天天的节目 24个小时做节目 都是啥 说共产党 好也好坏也好 那就是说 他对共产党的恨 已经左右了他们的心目 这是共产党可以控制的 拿我来说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 控制他们 我做的 他们反对 那相反的 对吧 我就可以控制他们 这也是一种控制 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控制 那么话说回美国 美国人恨中国 还有制约中国想 那么特朗普 川普家族也好 任何美国总统候选人 都明白这个道理 那他怎么才能选上 操纵这个议题 操纵中国这个议题 只要说中国不好 只要说我跟中国干仗 他就能够得到民意支持 中国政府也知道啊 那怎么样 利益交换吧 你打压我 是不是像川普一样 我打贸易战 打三年 什么都没谈 什么都没签 三年了 任何文件没签 你想这叫贸易战吗 川普支持率高啊 然后呢什么也没签 什么也没做桌子率还很高 这个钱这是高手 就让他恨 共产党这点我觉得特别厉害 我利用你恨我 我也能控制 这才是高手在玩的 所以我说后续啊 还是啊 还是利用民粹 利用他恨我这个 那么中国就可以利用他这点 做一些政治掏盘 是吧 这回是什么呢 是你主动来 是不是你来威胁我 我做出一个反应 这个反应会传导给你的国内 来控制你的大选 这更高级一些了 这不是直接那种控制你的大选 而是用你的情感来控制你的大选 后续啊 中国会帮川普这个忙 这是肯定的 川普也知道 川普也知道 所以大家心照顾选 都是聪明的 所以我说西方民主制度 他最后啊 是被人最 最后出来是人最低 低级的最底藏的情感 我爱你 我恨你这些东西 把什么 把正常思维给遮盖了 所以他最后产生的 都是有理性的 有理性的政策也好 而是一些民粹的 激进的 这些人上台 所以我说啊 西方民主制度玩到最后 玩的是情感 谁能控制情感 谁 我觉得共产党肯定有 为啥 你只要越恨他 他就越能控制你 这个招绝对很 还有网上些恨我呢 你越恨我 你恨我 你恨得牙根养肼 我就越能控制你 是不是这道理 不要恨我 你千万不要恨我 是不是我对你是好的 你恨我 恨我反过来是 让我来控制你了 我不想控制你 你千万不要恨别人 我这是好话 你恨别人 爱别人 最后都可能被别人控制 你看我今天这视频 给你讲了什么 美国民主制度 最底层最底层的运载 运行逻辑 就是民粹嘛 那共产党当然知道了 谁跟我配合呀 谁跟我配合呀 聪明人跟我配合吧 明白吧 最后老百姓被玩了 民粹这帮人被玩了 台湾也一样 台湾也是这一套 台独啊 别恨我 咱们俩是一家 咱俩是一家 我也希望台湾赶紧独立 对吧 独立完我好弄死你啊 是不是 到时候我好弄死你啊 咱俩就这么大的区别 就这么一丢丢区别 其他咱俩理念是一样的 我也希望台湾赶紧独立 啊 还有美国那些华人啊 你追求这些自由民主的东西啊 老百姓啊 是什么呢 他不是政客啊 他不是冷血动物 他会被感情所左右 人一旦被感情所左右以后啊 他的判断啊 就能被人控制 那么这样 你们这个国家很危险 所以我不看好民主制度 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这个 我这几个月我在网上发这个视频 招了很多人恨他 很多人感情上 是不是受不了啊 你怎么替这么邪恶的政权说话 你恨我了 我就可以控制你 恨也是有控制 这么简单一个操作 我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操作你 那你说那些 大财团大政客 他们怎么操控你 他们操控你更容易 所以你知道了吧 政治啊是由专业人士玩的 是由那些冷冰冰冷血人在玩的 他们的思维会冷静思考 这个事情对国家有利还是没有利 他们去思考 老百姓不要去思考这东西 会影响你的生活 也会影响你未来 说这么多啊 后续啊 中美啊 会瓜分这个世界 还是由这个G2 这两大国家来瓜分 中国还会是帮着美国 是吧 来打点这个世界 同样 美国也啊 离不开中国 所以那些小国啊 未来的趋势 就慢慢被这两个大国 势力划分蚕食掉 美国老百姓挺可怜的啊 被政客玩了 用你的恨玩了你 结果最后啊 人家拿着真金白银了 四年任期 下一个四年还是 特朗普还是 肯定是特朗普 还要连运的 习近平中国还要帮他 玩的这么好 那当然要帮了 是不是 嗯 所以大家后续看啊 现在又说打压华为 华为 华为又活了 又能卖个华为东西了 说贸易战怎么怎么样 到现在也不收这个税 哎呀 所以都是假的啊 都是假的 唯有恨和爱是真 你恨我 你爱我 都被我操弄 惨不惨过 这时间 惨不惨过 哎呀 我要吃饭了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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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